大家好 欢迎来美食咖啡 我是俊元 今天是手冲咖啡更好喝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手冲咖啡萃取的水温 咖啡冲煮的水温对于咖啡的风味会有很大的影响 以我自己习惯的冲煮方式 通常我会使用90度这个水温来做萃取 那通常也都可以得到不错的一个风味 所以当我拿到一支新的咖啡豆 或是我没有要特别去凸显某一个风味的时候 我就会使用90度这个水温来做萃取 也推荐大家如果你对于冲煮的水温 还没有什么想法的话 那你可以试试看先从90度这个水温开始 咖啡萃取的水温对于风味的影响 其实很简单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水温高它就萃取得比较快 水温低它会萃取得比较慢 所以在同样的冲煮方式之下 因为水温高萃取快 它就萃取到比较多的东西 那一样的时间它如果萃取得比较慢 它就会萃取到比较少东西 所以当我们萃取过程当中 通常水温高它的味道就会比较多 比较浓 那水温低的话它的风味就会比较柔和一点 并没有这么多的东西 那我们就依照咖啡豆的特性 也可以来调整萃取的水温 所以像Kovic三羊它们的绿子 有出一个培度绿子的系列 它们就直接用不同的培度 搭配不同的水温来做一个命名 它们有T92 T90还有T83 那就是它们建议的浅焙咖啡 是用比较高的水温来做一个冲煮 那深焙咖啡会用比较低的水温来做一个冲煮 那这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如果你对于一只豆子还不熟悉的时候 你可以试试看浅焙用高温 那深焙用低温 这样子的逻辑来做一个水温的设定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水温高它会萃取的比较多 比较快 所以当冲煮的时候浅焙咖啡 可能我们会取它比较多的香 然后丰富的酸质 很多的水果风味 会呈现在咖啡里面 所以我们用比较高的温度 可以比较把这些物质萃取出来 那温度低的时候呢 一方面我们会希望深焙咖啡 温度不要太高 以免把它烘得比较深 可能有一些焦苦的这个味道去萃取出来 那用比较低的温度 去取它的厚度 头韵甜感 让深焙咖啡的特色去凸显出来 所以也有人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浅焙高温 深焙低温 这样子来去设定手冲咖啡温度 那我比较建议的是 其实不要只是用这个单一的因素 来看咖啡萃取的温度 而是我们先冲一杯咖啡 那藉由冲煮出来的风味 我们再去思考 看要怎么去调整 咖啡的这个温度 因为我们在萃取咖啡的时候 也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但说高温萃取快 低温萃取慢 因为这个快跟慢之间 它会影响的风味 也不是直接的就是快就是多 就是等比例的放大 那慢就是少 就是等比例的缩小 因为咖啡的风味是很有趣的 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气味组成 那当这些气味有不同比例组成的时候 它让我们尝到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 而当我们萃取的所谓多或是少的时候 又不是同等比例的去缩放 所以有可能我们在高温 让你感觉到的水果风味 跟用低温 让你感觉到的水果风味 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之前有一个手冲咖啡慢慢来的系列 有非常仔细的去讨论 不同的水温 对于咖啡冲煮的一个影响 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这个系列 会有更详细的一个说明 那我自己调整的一个方式是 当我喝到一杯咖啡 我如果希望它的风味 可以把它的特色更强烈的突出 或者是香气 希望它更明显的时候 我就会把水温调高 所以像我自己习惯的是90度的水温 可能我就会把它变成92度 或是93度 那如果我希望这一个咖啡 它的风味可以更平均的呈现 更柔和的一个呈现的时候 那我可能就会把温度降低 可能会变成85度 甚至80度 那会适应每一支咖啡 它不同风味的特性 来做一个调整 那最终都是希望说 把这一支咖啡 它的特色 它的风味 能够最适当的 去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我常常在使用的豆子里面 比如说像牡丹这支咖啡 咖啡 通常我会使用的温度 就是90度到92度 因为在这个温度区间 可以很好地把它的香气 它的水果风味 它的甜感 都很明确的 而且很强烈的表达出来 那像是翡翠庄园的红标意记 因为这支咖啡的风味 它是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柔和的 而且又是很丰富的 所以通常我会把它用 比较稍微低一点的水温 像是80度到83度左右 这样子来做一个萃取 因为这样子的水温 可以让这支咖啡 丰富的风味 平均的呈现出来 而避免说 因为高温的关系 可能它的天感很强 或是某一个香气很强 而压掉了它其他细致的味道 所以当我们遇到不同的豆子 我们会依照它的特性来做选择 所以并不只是说浅焙就尽量高温 深焙就尽量低温 这样子的一个冲煮方式 那我自己习惯的一个水温区间 大约是80度到92度之间 这是我最常用的一个冲煮范围 那有些人会使用更高温 比如说95度 甚至用100度的滚水来冲煮咖啡 其实这样子的冲法也都是可以的 但前提是 你可能要对于手冲咖啡 有很深入的了解 你很清楚你这样子的冲煮 对于咖啡有什么影响 那你在其他的冲煮参数上 也适当的去做一个调整 可以让咖啡的风味 也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但是对于刚开始接触手冲咖啡的朋友来讲 我推荐给大家 90度 这个是一个比较容易成功的水温 所以当然也不是说只能用90度 而是说90度是我自己习惯的方式里面 比较容易得到一个好的风味 那当然你要去凸显这个咖啡的风味 你有你自己独特的冲煮的时候 其实手冲咖啡的水温 是可以由你自己来做一个设定的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手冲咖啡的水温 大家可以试试看 藉由调整水温 慢慢的去找到每一支咖啡 它最好的一个风味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